下大雨,我发短信问出差的高冷上司 雨下得很大 你那里大吗? 没想到因为信号问题,第一句没发出去 上司犹豫片刻,回复我 要看吗? 咦 我跳着二郎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手机屏幕震动,上司顾影川发来一条微信 下午三点之前,把合同送到A市的利丰酒店 我面无表情地扭过头,看一眼窗外的倾盆大雨 生气地把手机扔到茶几上 有没有搞错呀,周末,这么大的雨 还让我送东西去隔壁A市 打过来的命不是命啊 烦躁地抓了下头发,我捡回手机,给顾影川发微信 企图唤显一点资本家的良知 顾总,雨下得很大 你那里大吗?这么大的雨,出门肯定要淋湿啊 你体谅体谅我,合同明天再送不行吗? 发完以后,我紧张地盯着屏幕看 顾影川在工作上向来十分严肃,体面无情 也不知道能不能听懂我的暗示 我是不是应该说得再直白一点 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吧,我不想挨骂 我盯着手机足足有20分钟 屏幕才重新亮起,要看吗? 我满脑袋问号 有这个必要吗?真是阴阳怪气的贱人 我也没好气,不怕死地直接拒绝他 不用了,顾总,很大的话 我就不过来了,我车机不好 顾影川这次倒回复得很快 你喜欢小的?神经病啊,谁会喜欢下大雨出门 顾影川简直了 窗户上传来猛烈的敲击声 密集的雨滴像射箭一样 噼里啪啦砸在玻璃上 我生气的敲击屏幕,太大不行啊 就凭我这点技术,我会死的 顾影川也没那么夸张,别怕 我会很小心的,我都给气笑了 我开车上路,你小心有什么用 你脑子有病啊 这个万恶的资本家,心眼真是大大的坏 亏我以前还喜欢过他 啊,公司里很少有人知道 顾影川是我高中同学,他是我们学校的校草 学习好,家境好,长得又帅 每次出现在篮球场,都引得一大群女生围观 他穿着红色的球衣 手臂上匀称的肌肉线条分明 一用力,有明显凸起的青色血管 篮球顺利入框 顾影川勾着唇角跟队友机长 啪的一声,我心弦颤了颤 旁边的女生激动的议论 顾影川长得好像刘川峰啊 我最喜欢刘川峰了 于是我给顾影川写了一封情书 精心挑选的信纸,还很心机地喷了香水 第二天,我故意绕到他们班 看见教室后面的垃圾桶 满满一大堆粉色的信封在桶里堆的帽间 我脸色刷一下就白了 我发小江旭正好坐在最后一排啃苹果 看见我盯着那堆情书,好奇地问道 许颜,你看什么?那些是 是顾影川扔掉的信啊 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江旭猥琐地挑了下眉 哦,我知道了,你的情书也在里面 看不出来啊,你这个好学生也早恋啊 江旭扯着嗓子喊得很响 半个教室的人都转头看过来 我羞愤欲死,骂他,你神经病啊 谁会喜欢顾影川,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说着转过身朝外跑 正好撞在一个男生的胸口 胸肌硬邦邦的,压得我鼻梁身旁 我用手捂住鼻子,抬头往上看 瘦削硬朗的下颌线,薄薄的嘴唇 长眼漆黑,眉眼里全是不拘的傲气 是顾影川,我更尴尬了 绕过他,捂着脸把腿就跑 算,我的情书顾影川估计看都没看就扔掉了 我为这件事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想来,全是庆幸 果然是距离产生美,顾影川的冷漠清高 在高中时候觉得很酷,当了老板 才知道他有多不近人情 干啥都冷着个脸,阴阳怪气第一名 那时候我刚进公司 接手的第一个方案做得就不尽如人意 我和同事互相推诿 没人敢把报告交给顾影川 同事小美,许颜,你去呀 你不是说你跟顾总是高中同学吗 同事周周猛的一踩地板 屁股下的转椅滑到我们两人之间 周周压低嗓音 好心提醒你们,顾总最讨厌别人攀关系 我们前一个部门经理被开除的时候 抱着办公室的门大哭 说自己跟顾总是大学同学 隔壁寝室的,你们猜顾总怎么说 小美瞪大眼睛,怎么说 周周板起脸,学顾影川的样子 眼神上下一扫,非常淡漠的冷哼道 不认识 另外,这是公司,不是校友会 保安呢,把她带出去 小美兹牙,啊,好丢脸,还不如不说 最后没办法,还是我去找顾影川交的报告 我把硬着头皮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 不敢抬头,盯着自己的脚尖看 等了好像有一个世纪这么久 头顶传来顾影川淡淡的嗓音 许颜,我抬起头,尽量挤出一点笑脸 顾总,这个报告,我真的尽力了 顾影川眉头一挑,你不认识我 哼,来了来了,果然很阴阳怪气啊 这句话,我听到他对我们部门经理说过 你不认识我,部门经理傻眼 顾总,你是顾总啊,我怎么会不认识 顾影川冷冷一瞥 既然知道,怎么还拿着这种垃圾打发我 我可不想听顾影川说我辛苦做的东西是垃圾 我冲过去,一把抽回桌上的报告 我知道,顾总你高标准,盐要求 我这就把报告拿回去改 四,顾影川视角 许颜不认识我了 她怎么能不认识我 她怎么可以不认识我呢 看着她拿着报告,落荒而逃的样子 我长叹一口气,眸光暗淡,眼底有苦涩蔓延 一个女生,会认不出自己喜欢过的人吗 所以,高中的那封情书 真的只是一个误会吧 我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粉色的信封 信封已经有些年份了,颜色褪去 就像那段尘封已久的时光 顾影川,你看,那是隔壁般的许颜 她又来看你打球了 她是不是喜欢你啊 我顺着同学的视线看去 许颜拿着一瓶矿泉水站在人群里 皮肤白的发光,眼眸清澈 像湖面迷蒙的水色 两人视线相撞,我心头仿佛被针扎了一下 弥漫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悸动 篮球在湛蓝的天空中划出一条完美的抛物线 顺利入矿 我跟队友机长情不自禁勾起唇角 许颜喜欢我吗?今天天气真好啊 五,这鬼天气,我本来应该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 现在却战战兢兢,开着车行驶在高速上 雨滴密集地砸在车窗上,雨刮气疯狂甩动 手机也跟着震动,我接通电话 小美的哀嚎声回荡在狭小的车厢里 许颜,我告诉你一个噩耗,你要挺住 有屁快放 小美,那个合同 小美咽了下口水,吞吞吐吐 那个合同有几项关键的数据 全都弄错了 什么 我尖叫一声,小美急到,现在还来得及 我们两个赶快把数据改掉 明天才上班,你先别骂我了 来不及了,你要死啊 顾巴皮,让我现在就把合同送到A市 我已经快到他酒店楼下了 我都快哭了 现在怎么办啊 小美,什么 你,你告诉他你出车祸了 你颠了,按顾巴皮的尿性 他肯定会让你再送一份合同过来 有什么用啊 更何况,他要来医院看我怎么办 被发现,撒这种黄我就死定了 顾巴皮虽然工作上不尽人情 但员工福利真的没得说 上次部门经理加班三天,发高烧住院 顾颖川亲自去医院看他 听说还包了个大红包,数额很可观 小美,哦,对,对 那你想办法转移他注意力啊 怎么转移 小美,喂,我这边没信号 喂,嘟,嘟,嘟 电话里传来一阵盲音 我把汽车开进停车场 大脑紧张得一片空白 怎么办 待会要怎么面对顾颖川啊 六,顾颖川视角 我盯着手机屏幕,大脑一片空白 许言发的短信,每一个字我都认识 可怜起来,却完全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那里大吗 哪里大 他为什么忽然要问我这个问题 还是说,他在耍我 就跟高中时候一样 我收到他的情书 欣喜若狂跑去教室找他 回来时候,却听见他在跟江旭大声辩解 我对顾颖川一点兴趣都没有 许言推开我,扭头就跑 我心口像中了一枪 脸色惨白愣在原地 江旭一只手搭住我的肩 择了一声 他为什么要跟我强调 他对你没兴趣 他是不是怕我误会啊 啊,原来许言喜欢的是我 怪不得每次来看我们打球 我还以为在偷看你呢 到底是你旭哥妄自菲薄了 江旭没压着嗓音 班里几个男生听见都哄笑起来 可以啊旭哥 隔壁斑花都被你拿下了 嗨,他们青梅竹马 有感情分 青梅竹马 我从来没有这么讨厌这四个字过 江旭跟许言是一个小区的邻居 从幼儿园就认识 我们俩同桌 我从他嘴里 听见最频繁的两个字 就是许言 许言学习好认真 许言嘴巴好甜 小区里所有邻居都夸他乖巧 不知道有多少孩子 在他的衬托下挨过打 你们别看他这样 其实都是装的 许言很凶 打起人来 从不手软 气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 江旭满脸通红 上课铃响 我们回到位置上 江旭捅了一下我的胳膊肘 小声问我 哎,你说我要接受许言吗 他好看是好看 就是有点太凶了 我害怕 能有多凶 许言皮肤那么白 笑起来那么甜美 我想象不出来他张牙舞爪 凶巴巴的样子 还是说 这一面 他只愿意让喜欢的人看见 江旭打开课桌 骂了一声 曹 怎么用那么多情书 顾影川 你下次能不能在桌子上贴个名字 老有人搞错 我心口一阵脚痛 从旁边拿起矿泉水瓶 猛灌了一大口 酸色的苦味在口腔里蔓延 怎么压都压不下去 许言那封情书 原来是送给江旭的 我应该拿出来还给他 可是我没有那么做 我是一个非比的小偷 窃取了一段不属于我的美好 还把他真知重知 妥贴藏好 时时拿出来回味品尝 我第一签零一次 从随身的包里拿出那封情书 展开信纸 开头署名的地方 沾染了一团水渍 莫质浴染成黑乎乎的一片 某某 我最喜欢看篮球赛 可是你在的时候 我总没法专心 因为不知道要看球 还是看你 许言送出这封信的时候 正好下了一场大雨 我喜欢下雨 喜欢雨水冲刷掉江旭的名字 这样 我就能幻想那一团黑色的墨迹 是顾影川 吧 顾影川 川川 你在干什么 半天不接电话 江旭刮噪的嗓音 从话筒里传来 我把手机拿远 什么事 你猜 有事就说 我很忙 江旭 切 你这人真无趣 通知哥们一声 我要结婚了 下个月8号 你记得跟许言也说一声啊 你们都在护士 可以一起开车过来 到时候 我一定热情招待 带你们去酒吧通宵 我心里涌上一次不舒服 结婚还叫前女友啊 不太好吧 江旭茫然 什么前女友 谁啊 许言啊 你大学不是跟她在一起吗 大学四年 我在国外 跟国内同学的联系很少 偶尔有一次 刷江旭的朋友圈 看见她发了一张官宣图片 是她和一个女生搂在一起的背影 女生长发披肩 穿着一件绿色的针织外套 里面白色的连衣裙 落在外面的一节脚踝 皮肤白皙的惊人 那件外套 我在许言的朋友圈里 看见她穿过 我点开许言的微信头像 正好看见她发的动态 这个周末超开心的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退出界面 把她跟江旭的朋友圈都屏蔽了 谁跟许言在一起了 妈的 说到这件事我就来气 你不知道吧 我大学时候 还被她狠狠羞辱一顿 那时候我不是发我女朋友照片吗 许言跑来阴阳怪气 说哟 你这种钢铁直男也会开窍 我就安慰她 说我知道你喜欢我 不用太难过 天涯何处无芳草什么的 结果被她骂死 这个凶婆骂了我整整十分钟 简直太脏了 我就跟她吵 说她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恼羞成目 结果你猜怎么着 就 我整颗心都提了起来 怎么了 江旭气了一声 她说她一直喜欢的是你啊 还说你比我摔一千倍 妈的 没这么侮辱人的 顾颖川 你自己说 我有比你差那么多 江旭还在电话那头 滔滔不绝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了 心脏蹦蹦直跳 我颤抖着手 直接挂掉电话 时隔多年 才第一次有勇气 去看江旭的朋友圈 照片里出现一个陌生的女孩 浓眉大眼 是和许妍截然不同的长相 迅速往下拉了几页 时间一直跳到大二那年 没错 一直是这个女生 这才是江旭的女朋友 那许妍呢 我解除屏蔽 点进许妍的朋友圈 打工人 打工魂 打工都是人上人 为什么我回家这么多班 我妈说 因为你单身 反正回去也没事 真是说到我心看上了 又是一个寂寞难眠的夜 幸好 有工作陪我 兮兮 配图 是一大堆文件 和闪着光的电脑屏幕 寂寞 难眠 所以 她才会问我 大不大 她是想 不敢再想下去 我满脸通红 颤抖着拿起手机回复她 时 我哀嚎着把手机塞进裤子口袋 打起雨伞下车 算了算了 伸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死就死吧 大不了被开除 四万块钱的月薪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了 我根本就花不了这么多 我这么宅 要那么高的薪水干什么 钱对我没有意义 哦哦 许妍 不要嘴硬了 那可是四万啊 等下跪下来 求顾尹川 她会不会原谅我 我提心吊胆 手脚发软 颤抖着敲响房门 顾总 眼前一闪 房门以光速向内打开 速度之快 不由得让人怀疑 顾尹川是不是就站在门后等我 我眨下眼睛 顾尹川穿着一件白色的浴袍 头发湿漉漉的 发烧还往下滴着水 更加显得眉眼锋利 棱角分明 气质 冷峻的像一座冰山 贱人啊 他该不会已经知道合同的事了吧 这是迫不及待等在门口 想看我死 我面如死灰 抱紧手里的文件袋 仰头看他 顾总 等会 能不能手下留情 顾尹川正正地注视着我 眼底情绪涌动 我从他漆黑的同眸中 读到了欲望和期待 欲望 期待 顾尹川好变态 就这么想要大骂我一顿 然后把我开除吗 十一 我眼眶都红了 跨着肩膀 走到沙发前 把合同从档案袋里抽出来 放到茶几上 顾总 你听我解释 顾尹川坐到我旁边 身体紧绷 淡淡地恩了一声 我艰难地开口 其实这种情况 我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所以不用开除吧 培养一个员工也不容易 给个机会啊 顾总 没想到 顾尹川竟然回答 嗯 我也是第一次 啊 第一次开除员工 不可能吧 还是说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手下的员工 犯这么弱智严重的错误 我心惊胆战 转头看顾尹川的脸色 没想到 意外发现 他面颊涂红 连耳尖都红了 完了完了 居然生气成这副样子 我入职公司快小半年了 从来没见顾尹川红过脸 他表情一直是淡淡的 哪怕是发怒时候 也只是板着一张万年冰山脸 偶尔提高音量训斥几句 同事们就已经吓得要死 现在脸红成这样 本会得发多大的脾气啊 我真的要死了 我脑子里拼命想着挽救的办法 眼睛四处一扫 看见桌上的冰可乐 我狠狗腿地拿起杯子 递给顾尹川 顾总 你先喝点饮料 冷静一下 12 顾尹川变色犹豫 结果杯子喝了一口 忽然问我 你也要来点吗 嗯 听这个口气 态度好像有点软化 还有得谈 我立刻点头 好的 谢谢顾总 顾尹川起身 去吧台又倒了一杯饮料 还贴心地往里面加了冰块 我接过玻璃杯 仰头猛喝一大口 一股刺鼻的酒味 辛辣焦香 还带着点淡淡的青草香 这居然是酒 我差点吐出来 顾尹川就在旁边 皱着眉头吞下去了 看我这么豪爽 顾尹川很意外 你也喜欢喝威士忌 我甘笑一声 头起所好 对呀 这个味道还蛮纯的 说着为了证明似的 连续几口 把杯子里的酒喝光 两人都喝了酒 房间里紧张的气氛 顿时松懈不少 顾尹川的身体 也没那么紧绷了 向后靠在沙发垫上 因为坐姿的关系 玉袍敞开一大片 露出清晰的锁骨 和结实的胸肌 顾尹川是典型的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而且不是很大块那种 他常年保持运动习惯 体质不高 肌肉厚薄适中 是我最喜欢的那一款 当初高中的时候 我可没少盯着他 打完篮球的手臂发花痴 等等 我现在在干嘛 射字头上一把刀 许妍 你还是先想想 怎么保住自己的工作吧 外面的暴雨 丝毫没有减弱 语助密集地打在窗户上 屋外黑沉沉的 更显得房间里安静舒适 九状耸人胆 我调整了一下坐姿 测过身 半撒娇的 把身体向顾尹川靠过去 顾总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惩罚我吧 惩罚完 就不可以开除了哟 13 靠得太近 我清晰地看见 顾尹川的瞳孔皱缩 他喉结狠狠滚动 用很惊讶的口吻 哑声问道 你喜欢这样 那不是废话 大不了扣我薪水 咋样也比开除好吧 撒娇好像有用哀 顾尹川吃卵不吃硬啊 我眨把眨把眼睛 乖巧地点头 嗯 给我一个机会 好不好 顾尹川俯身凑过来 微热的呼吸 喷勃在我耳侧 你确定吗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跳得厉害 靠近顾尹川的半边身子 全都抹了 连骨头都素素痒痒 像有马蚁在爬 顾尹川的脸更红了 想要我罚你 我脑袋晕乎乎地点头 那也不能罚得太厉害呀 太厉害的 我可承受不了 说着试探地朝顾尹川 伸出三个手指 你觉得这个数字怎么样 顾尹川往后退了一点 脸胀的通红 不敢置信 磕磕巴巴问道 三 三次 我点头 又感觉不对 什么三次 我说的是三千啊 难道是我听皮差了 霸总的货币概念 跟我们不一样 他不会理解成三万了吧 那我真的要去喝洗北风 我有点急了 屁股一抬 想做得离顾尹川更近 可我今天穿的是 紧身的包囤西装裙 裙摆大半被压在腿下 这么一抬 身体失去平衡 猛地扑向顾尹川怀中 顾尹川伸手抱住我 我抬起头 两人视线交缠 我从顾尹川瞳孔中 清晰地看见自己的身影 十四 顾尹川视角 因为坐姿的关系 许颜身上的白衬衫 被胸前的魂元绷得紧紧的 脆弱的扭扣摇摇欲坠 他长长的卷发 慵懒地提散在身后 脸颊飞红 又乖又郁 有让人屏息的能耐 我脑子里的弦快要崩断了 可两人间的第一次 我实在不想太仓促 肢体交流会替代语言的沟通 我不想这样 我想知道 这几年许颜都在做什么 想知道 他给我发的这条信息 到底是蓄谋已久 还是临时起义 我往后退了半个身子 攥紧手指 呼吸凝滞 忍得太艰难 额头都出了一层薄汗 许颜歪着头 顾总 你很热吗 要不要开空调 不用 许颜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我认真的盯着许颜的脸 许颜立刻正经微作 好的 顾总 你喜欢我吗 像我喜欢你一样 从高中开始 一直到现在 没有变过 对不对 可是进公司这五个月 你为什么装作不认识我 今天为什么又忽然给我发这种短信 为什么是今天呢 无数的问题涌到嘴边 在口中翻覆 我存夺再三 问道 你之前怎么不来找我 是不是也像我一样 产生了什么误会 这些该死的误会 我要把话都说清楚 不会再让任何东西 横根在我们之间 15 许颜先是一愣 接着 有些惭愧的低下头 我 我之前不知道 今天才发现的 真的 我真的不是有意隐瞒你 是我太粗心了 这是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回答 今天才发现的 许颜的意思是 她之前已经打算忘记我了吗 所以不跟我联系 也假装不认识我 直到今天 才最终确定自己的心意 我心里有点失落 可更多的是欢喜 隐秘的欢喜 像水底的气泡 咕咚咕咚往上冒 钻出水面破裂 再也压制不住 全成了脸上的笑意 许颜跟我 可真是心有灵犀 我喜欢下雨天 窗外雨滴敲打窗户 人的思绪也会被拉得潮湿而绵延 我站在窗边一整天 思念疯涨 怎么都克制不住 所以才会打电话 找个借口 让司机把许颜送过来 没想到 许颜跟我想的一样 顾总 十六 顾总 我满脸忐忑 用手肘推了推顾影穿 妈呀 她笑得好圣人 她是不是在嘲讽我 这么蠢 这么严重的错误 居然现在才发现 还好意思说出来 她不会还是要开除我吧 绝对不可以呀 我软着嗓音 小声提醒她 你说好要惩罚我的 罚完了 就不能开除的呀 顾影川眼皮一颤 笑一微脸 眼神不动声色地 从我脸上一开 声音哑得不行 好 我睁大眼睛 平住呼吸 等顾影川说出那个数字 扣三千 扣五千 周八皮 求求你做个人 不可能要扣我一万吧 在我无比期待的眼神下 顾影川抬起手 朝我伸过来 然后 耳垂上传来一股 温热粗糙的触感 顾影川大拇指和食指 大脑一片空白 从耳垂上 却传来细密的电流 游走全身 我整个身体 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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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干什么 顾影川俯身靠过来 顺势把我压在身下 滚烫的气息 喷在我耳边 你耳垂上长了一颗红痣 我从十年前 就想这么干了 十七 十年前 我今年二十七岁 十年前那不才十七 才读高二 未成年啊 不是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们两个在干嘛 顾影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这是要前规则我呀 柔软的嘴唇 含住我的耳垂 轻柔的啃咬 然后顺着下额线 一路往下 寻找到唇瓣 双唇相接的那一瞬 我听见顾影川满足的喘息声 我心跳得厉害 头皮发麻 耳朵发麻 被顾影川压在身侧的手也麻 所有被他碰过的地方 都像起了一把火 还带着电流 让人抑制不住的站立 我的大脑疯狂敲响警钟 这是不对的 快点推开他 我的身体却不肯配合 双手自发搂住顾影川的脖子 大脑 喂 你在干什么 你不应该抱他 而是应该给他一巴掌啊 我的腰肢也自动攻起 把我的上半身贴紧顾影川 送进他的怀中 大脑 还有你 停下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A4腰 别扭了 我喘息着呻吟 配合顾影川的动作 抬起腿 大脑 好啊 连你也要造反 你们都怎么回事啊 顾影川用力掐紧我的腰 恨不得把我揉进他的身体 许妍 我真的好喜欢你 大脑 嗯 说的什么 讨厌 什么喜欢我呀 我不管了 我罢工 全身没有一个地方 听我指挥 连我的脑子 都属于顾影川同管了 我顺从地配合他的动作 忘乎所以 今夕不知何夕 人真的不能骗自己 喜欢了这么多年的人 嘴巴上不说 爱意会从其他地方冒出来 十八 窗外 持久的狂风骤雨之后 终于云霄雨散 我现在昏睡中 这辈子没干过这么辛苦的体力活 全身每一个细胞都筋疲力尽 等我在睁开眼睛时 外面天都黑了 手机不停地在床头柜上震动 我迷离呼呼接起电话 打开外放 喂 这破罗式的嗓音 把电话那头的人也吓了一跳 许颜 你嗓子咋了 嗨嗨 没事 小美 是被顾巴皮给吓的吧 哎 她是不是很凶残 我想想都吓死了 最后结果咋样了你 腰间的手臂猛然收紧 我浑身一僵 等反应过来 瞬间吓得魂飞天外 小美还在那边不知死活地吐槽 罚了你多少钱 三千 一万 该不会开除吧 不是吧 顾巴皮真的有这么不近人情 实在不行 你色诱他呀 我跟你说 他那个长相 你色诱不亏的 不过他好像不喜欢女人 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 他应该是个gay 对了 你为啥那么说 是高中就有什么迹象了吗 闭嘴 别再说了 我吓得挂掉电话 顾颖川翻身上来 眼眸灰暗 嘴角紧绷 顾巴皮 gay 哈哈 都是开玩笑的 你听我解释啊 我伸手捧住顾颖川的脸颊 顾颖川板着脸 嗯 你说 十九 说什么 我还能解释花出来吗 在冰死人的眼神下 我脑子都僵掉 眼看顾颖川又要逼问 我茫羊起头 封住他的嘴 对 先亲一下 拖延时间 转移他的注意力 只是没想到 亲着亲着 又是一场苦战 我很快就丢盔气甲 城池大开 任由敌军长驱直入 再醒过来时 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顾颖川还在沉睡 我捡起地上的手机一看 凌晨六点 天都快亮了 小美给我发了好多条信息 合同我已经改好了 还要求财务给我盖了张 你试着再去找顾总求求情 视线扫到桌上的合同 我眼睛一亮 机智如你啊 许言 昨晚误打误撞 成功拖延时间 阻止了顾颖川工作 趁这个机会 我把合同拿回去调一下 就可以假装无事发生了 我从地上捡起 皱成一团的衣服换上 这才发现 胸前的扣子都被扯开了一颗 根本没法穿 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我找到顾颖川领带上的钻石领针 把他取下来别在胸口 然后小心翼翼点着脚尖出门 风驰电车回到护士 我成功拿到合同 回家换了身衣服后 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开始发呆 听起炎热 我选了件吊带连衣裙 裸露在外面的肌肤 从脖子到锁骨 再到胸口 全是大片大片的红痕 我的脸也跟着涨得通红 居然跟顾颖川一夜情了 这以后工作上该咋面对啊 这份合同都不是很想送去给他 二十 正犹豫间 公司的司机老李忽然给我打来电话 徐小姐 真是太对不起了 昨天顾总给我打电话 让我送你去A市 我当时已经喝多了 随口一答应 后来就睡着了 这下完蛋 我肯定耽误你的事了 我要被顾总骂死 我心中忽然感到一丝甜蜜 顾巴皮也没想到我那么冷漠无情了 原来昨天还特意叫司机送我了 没事 不耽误 昨天我自己开车去的 你现在来我家 把这份合同送到A市去 昨天的事就不用提了 我没跟顾总说 送走合同 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 我不由得佩服自己 这么严重的工作疏漏 就这样完美地解决了 许颜 你真是个大聪明啊 昨天的事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顾颖川在床上这么放得开 肯定也是玩得起的人 大家都是成年人 这没什么的 我做好心理建设 第二天 精神饱满 神清气爽地去上班 愉快的心情只持续了半天 到下午 部门组长接完一个电话之后 神色惊恐 如丧考笔 说没按他们的修改意见来 那个项目是我们部门做的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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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给我行动起来 21 部门经理一声令下 大家疯狂敲击键盘 我从电脑里调出昨天的合同 发现最关键的部分 正好是我做的 赵经理 这个展厅部分的设计 我本来明明已经按甲方的意见 修改好了呀 合同为什么又改了 赵经理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 镜片寒光一闪 什么叫又改了 是你本来就没改好吧 你签字前自己不看合同的吗 许颜 你好歹也是明台大学毕业的 做事情未免太粗糙了 等顾总来了 你自己跟他解释 我脸色瞬间一白 哪里还不懂 赵经理这是要推我出去顶包 部门每个人负责一部分工作内容 最后发给赵经理汇总 我前后给赵经理发了两次 因为疏忽 他用了我第一个版本 却想把这个错误栽到我头上 但他说的也没错 合同最后 是我签了字送过去的 我当时心神大乱 根本就没有心思仔细看合同 我只能认栽 顾颖川回来后 掌管部分是谁做的 赵经理立刻站起身 伸手指着我 是许颜 顾总 我一定严厉批评她 看着我那副缩着头 安唇似的样子 顾颖川忽然勾了下唇角 又立刻压下去 不用 赵经理 那是要直接开除 好的 这个许颜 进公司都小半年了 居然还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我这就叫人事那边走流程 小美哀求 顾总能不能再给许颜一个机会 她之前的工作都完成得很出色呀 这次一定有原因的 说着悄悄拉我袖子 朝我识眼色 顾颖川漆黑的眼眸 直勾勾地盯着我 右手撑在桌面上 轻轻一挥 出去 22 小美的嘴巴立刻扁了下去 赵经理叹气 许颜 出去吧 自己回宫位收拾东西 我脸色也变了 不是吧 提上裤子 就翻脸不认人 这也太无情了呀 这该死的资本家 可恶 赵经理伸手推我 我站得没动 脑袋里酝酿一番 正想着怎么求情 顾颖川抬高音量 许颜留下 所有人都出去 小美给了我一个 自求多福的表情 大家抱着笔记本 离开办公室 赵经理还狠狗腿地 关上房门 许颜 过来 顾颖川板着脸看我 我紧张地抠着掌心 慢吞吞朝他那边移动 这狗男人 是真绝情啊 走到顾颖川面前 我正想说话 他忽然伸出手 拉了我一把 我身体踉跄 一下就跌坐在顾颖川 结实坚硬的大腿上 他顺势搂紧我的腰 有没有想我 我 啊 昨天忙了一天 一直在谈合同的事 山里没信号 不是故意不联系你 温热的大手扶上脸颊 顾颖川把我的碎发 别到耳后 一只手压着我的腰 贴近自己 俯身亲下来 许颜 我好想你 我脑袋又成了一团江湖 挣扎着在他怀里扭动 顾总 那个合同 不重要 嘶 你别动了 这是在公司 二十三 不是 大哥 你还知道这是在公司啊 我从办公室里出来 脸颊涂红 嘴巴都肿了 小美震惊地看着我 你哭过了 脸红成这样 怎么样 顾总有没有心软 我茫然地摇头 不软 硬得很难 咳得我屁股都疼 小美快哭了 那你真的要被开除 啊 应该没有吧 顾颖川没有开除我 相反 我们部门的赵经理居然被调走了 说是调到隔壁A市工作 职位虽然没有降 但也等同于下放了 我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顾颖川好像是在给我出气 不是一夜情吗 他是不是有点公司不分了呀 像个发情的泰迪似的 寻找一切机会跟我亲近 只要我们两个单独在一个办公室 我基本就坐他腿上 我难道不配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椅子吗 我对这个现象感到非常困惑 又是一个周末 顾颖川开车在我回航程 参加江旭的婚礼 路上 他忽然提起 江旭的女朋友有一件绿色的毛衣 跟我大学时候的一模一样 我坐在副架上喝奶茶 一边点头 对 还是江旭来问我要的链接 他女朋友选衣服的品位还真不错 审美跟我很一致啊 就是选男人不行 怎么看上江旭的 顾颖川失笑 竟然是这样 笑容又逐渐变得苦涩 就因为一件毛衣 害我错过这么多年 然后一路上摇头叹气 也不知道再遗憾什么东西 24 婚礼第二天才进行 江旭今晚特意叫了一帮要好的高中同学相聚 我和顾颖川走进包厢大门 顾颖川忽然把手搭在我肩上 我脸疼一下就烧了起来 神经啊 这个顾颖川 我们这种暧昧的关系 让别人怎么看 果然 所有人都震惊的瞪大眼睛 江旭惊呼 卧槽 你们两个 顾颖川点头 脸上带着几分得意 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女朋友 许妍 江旭 可以啊你们 高中时候咋一点苗头都没有 其他同学哄笑 那是你瞎 怎么没有苗头 顾颖川每一场球赛 许妍都来看 对啊 顾颖川喜欢许妍 也很明显吧 两个眼珠子探照灯一样 恨不得安他身上 我本来以为 你们大学就在一起了 怎么现在才开始交往 江旭摇头 那你们这个进度不行啊 得抓紧赶一下 江旭的女朋友 也跟着笑 许妍 看在你以前给我发 这么多衣服链接的份上 我的手捧花留给你啦 顾颖川在桌下 牢牢牵住我的手 笑得格外开心 好啊 多谢了 25 晚上回酒店的时候 我已经有了几分醉意 在电梯里 我正拖顾颖川的手 人都走了 别演啦 顾颖川一愣 演什么 演情侣啊 顾颖总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顾颖川的眼睛 危险的眯起 下恶线绷得紧紧的 许妍 你再说一遍 我们在演情侣 她向前一步 气势破人 把我压在墙角 在你心里 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从来没看见过 顾颖川这么生气过 七飞的眼眸里 有火光燃烧 好像下一秒 我打不好 她就能掐死我 我后背冒出冷汗 酒意也散了大半 壮着胆子回答 一夜情的同事关系 很好 回答错误 因为我已经看见 顾颖川眼里的杀气了 顾颖川咬牙切齿 伸出手 紧紧捏住我的下巴 一夜情 那这一个月 我们在干什么 在这种生死存亡之际 我的脑子忽然特别清晰 这一个多月的事 点点滴滴 都串联在一起 顾颖川说喜欢我 顾颖川跟我上床 顾颖川每天给我发早安晚安 问我吃什么 顾颖川大方毕 向所有的同学宣布 我是她的女朋友 难道说 顾颖川觉得自己 在跟我谈恋爱 我们没有这一步啊 这也算恋爱了 26 嗯 如果是跟顾颖川谈恋爱 好像也没什么不行 我人还是猛的 胆子也是怂的 眼看着顾颖川眼里的杀气 越来越重 就在这时 叮咚一声 电梯门打开 有几个陌生人走了进来 我扶置心灵 一只手顺着顾颖川的胸口往下 停在她小腹上 不轻不重得在腹肌上掐了一把 顾总 我脱长阴调 朝她眨眼睛 别这样 让你老婆发现了不好 周围的人猛然瞪大眼睛 顾颖川脸色涨得通红 等电梯门一开 就拉着我狼狈的大步离开 背后传来小声议论 这么帅也偷吃 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 我乐得哈哈直笑 顾颖川瞥了我一眼 眉头还是紧紧皱在一起 许颜 你把话说清楚 你刚才是 角色扮演啊 你不想陪我玩吗 我死也不会承认自己之前的想法 感谢天 感谢地 感谢我看过的破文 这一个借口 简直水到渠成 完美无缺 好 我陪你 顾颖川定定地看着我 伸手扯掉领带 关紧房门 隔绝了一时春色 二十七 很久之后的某一天 我和顾颖川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聊起当年的阴差阳错 和这么多的误会 顾颖川还是很感慨 我真够蠢的 白白浪费这么多年时间 幸好你主动 不然 等一下 不是你主动的吗 我从他怀里坐起身 一脸严肃 是你先摸我耳朵的 你见色奇异了吧 顾颖川愣住 不是你先发的短信 我忙啊 什么短信啊 我就问你那边语大不大 要不要改天再送合同 我谈的都是公式 这怎么能算我主动 顾颖川压然地挑了下眉 眼眸忧深 全是我看不懂的深意 他缓缓勾起唇角 又伸手摸我耳垂 嗯 是我 许颜 谢谢你 谢谢你发送失败的短信 谢谢你这么多年 还停在原地等我 谢谢你给我机会弥补 语言是假的 可背后所有的深情 全都是真的 晚安